人前欢笑 背后垂泪 这似乎是邪性的庶民 蔡规她在荧光幕前嘻嘻哈哈的 但其实她有一段很坎坷的岁月 家务事她不愿意多谈了 她只提到当年为了赚钱 她一个人飞到日本去工作 结果碰到的坏人 被卖到了妓女户 差一点上海卖赢 她幸运地逃回台湾之后 遇上了秀场的全盛时期 每个晚上至少要跑八个场子 她知道自己比美是比不过人家的 那就比特色吧 现在年轻人在封的女神卡卡 早在二十年前 蔡规她就是以搞怪造型 风靡的秀场了 我们来看资恩记者蔡珍如 丁恩豪的报道 是什么镜子弄掉了 哇 好出炉 镜子被我弄断了 我说这是我的设计 她说这是我的设计 她太出色了好像不快乐 因为我的歌星已经变成秀斗秀斗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一向都这样 那不知道是什么 你不要看她是这样子嘻嘻哈哈的外表 然后看起来像傻傻憨憨的 其实她的内心是很纤细 她大部分时间是这样 有时候常常也搞不定她在嗨什么意思 她就是很容易 也很容易心疯 可是也很容易 其实也蛮容易想不开 很多人都是我声音 又好又好叮 其实不会啊 结果我第一次听到林美照讲话 你 我姬山 你找爸爸呢 我哥就林美照呢 我爸爸呢 我呀 蔡规说话就是这样子 她的每一句话总是以笑声做结尾 她每天都开心的不得了 真的我整个人清晰都有一点秀斗秀斗 彼此都保持在好像很high 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我就 大家又要一路一路一路要反了 所以我觉得我宁愿是这个样子 每次有什么烦恼 有什么不开心 或者是遇到困难 我总是把牙语下来 自己承受很多很多的压力 跟担子 我都不会说出去 她队长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她的快乐 其实是 我觉得她也必须要这样子去 隐藏一部分的不快乐 推上台的时候 你就是要马上要笑 要唱 要演 要很开心 而且要很 那个power要很强 所以那个是两极的 那也许你唱完之后回到后台 你又要面对那样的现实 又是残酷的 又是争吵 又是债务 又是要付钱 又是要寄钱回家 又来了 人前欢笑 人后凄凉 这似乎是邪心的宿命 强言欢笑的背后 有些是不足外人道 16岁那一年 就一个人跑到了日本 去办公半读扛家计 是她自己是愿要去的 但为什么要去呢 这背后的原因 蔡龟不想多谈 因为她有 她第一妹要出国念书 然后要怎么办 她爸妈很早很年轻的时候 就没有特别的工作 所以她的压力很重 到日本去呢 就开始读书 再透过 然后就是跟那个经纪公司 然后就拜托他们 然后就说 有没有什么 就是可以用声音的那个方面 台面下的那种配音员 这样子 我再大一点的时候 我的非法打工一直都是这样子 不是在夜总会主持节目吗 然后我就想说好 那我就 利用假期 然后就会去 拜托那个 Production 这些经纪公司 然后 帮我排秀 当年蔡龟在日本 每天的生活就是 学校 秀堂 秀堂 学校 她认真的工作赚钱 但没想到 人善被人欺 那个日本经纪人 看她单纯好欺负 竟然把蔡龟 偷偷卖到了 就知道那个老板叫 下桌上 然后我就开始跟她聊 那到了 实际上我有习惯动作 我可不可以先看看你们的舞台在哪里 舞台 做这个事情还要舞台吗 当然要舞台 没有舞台怎么做 你喜欢做给人家看吗 就是他讲了半天 好像我有点笨蛋一样 他说 稍等待 你干什么来的 你不知道吗 说 知道啊 我来做秀啊 秀 差点被人家卖 卖银嘛 差一点嘛 啊那个对方不要嘛 啊不是啦 他逃掉啦 他逃掉 那讲起来是好像很好笑 但是其实很可 很可怕 一个人身在异乡 为了赚钱 蔡龟把吃苦当作吃补 一个女孩子在 融蛇杂蜀的秀场讨生活 她以为自己够坚强 但身体已经不听话了 医生就讲说 不要打 不要打 他说真的要死了 那其实是痛到汗直流的痛 大家都知道那个痛到真的不会讲 也许摇摇牙 他觉得可以撑过去就撑过去 他是一个很能忍很能撑的人 然后有苦不会对外面讲 绝对不讲 眉头也不皱一下 回来我以为我要死了 就是结果被爸爸的同学救活了 救活了 那我就休息一阵子 然后就 还是回去日本 我有带回去日本 对啊 然后回去日本 然后再半年以后回来 就开始从台湾的演艺前 又开始出发 菜归活着回到台湾 想进秀场 却没有门路 正好当秘书 帮大老板翻译日文 有一天在一个应酬的场合 舞台自己找上门来 应该是慧云俱乐部 对啊 那我一进去里面 哇 好漂亮 好大 然后里面还有band在唱歌 然后我老板就说 小菜 你唱歌很好听 可不可以唱上去唱 那我就突然觉得 有一个灵感 觉得 好啊 我已经心里就 已经有那个动机了 然后就好啊 我上去 我一上去就做秀了 下来 哇 他们很高兴 俱乐部的老板就来找我了 对啊 他说我可以请你来唱歌吗 就这样子 开始了 这是 外表疯狂 火炬内涵这样 菜归姐每次来都会表演 不太一样的东西 那我要如何取胜 要如何义军服起 他算够聪明 走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 完全不一样的路 你说他女丑也好 丑角的丑 你说他是 就是 就是甘草也好 都算是 可是他恰如其分 因为我发觉到 人家都长得好漂亮 那做秀的不是都穿的 那弱弱的吗 对不对 那我这什么想 我要怎么样 才会让人家很喜欢我 我的想法就 然后很快很快的 就可以出名 我的想法很简单 好吧 我就让你们开心 让你们笑 你才知道我爱你 我都你爱死你了 每一首来一集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反正我就觉得我硬性很好 虽然就是 廖俊碰碰不是搭档吗 然后他们就觉得 那个时候碰碰不是搭肚子吗 要有一个那个声音 很跟 跟那什么 碰碰的露露一带 像的那个女孩子 要去找一个来取代 碰碰这个角色的是很少 因为女丑 你要她又会英文 又会日文 又会客家外 但是蔡龟姐 这都刚好会 而且她的外形又很好笑 但是她唱你歌来 是很厉害的 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起来了 我都不必要事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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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谁 先碰你 张海料 跟廖俊搭档之后 一炮而红 电视综艺节目 也争相地邀约 那个时候要敲菜贵的通告 就算提前敲个半年 也不保证这位贵客 有一天会上门 大概一天晚上 我觉得她最高纪录 应该可以跑到八九场 应该没有问题吧 所以那时候 其实在早期 像电视有综艺节目的时候 请菜贵是请不到的 简单讲就是请不动 因为红嘛 然后那个时候 然后在秀场又红 就秀场赚钱比较容易 她们根本不愿意上节目 我就我帮她收了那个资票 我可以帮她拿去买一台 金氏车的普及款就付掉 当年秀场的红牌女明星 每一个都在比辣比性感 蔡龟她也是红牌 她要拿什么跟人家比呢 我喜欢那个色彩让人家的感觉是 哇 怎么这个样子 这样 哇 你们穿这个样子 哦 拜托 这样子 那任何什么新东西 她敢尝试 就像现在有人讲 卡卡 找二十年前她就这样 带什么 跌头上面 这个是这头发 是真的啊 你啄啄看 真的 因为我很怕头发放下来 好热哦 头发一放下来 然后觉得黏黏的受不了 所以我所有的造型 都是up的造型 都是往上的 能够去深入 深入到每个观众的心里面 那当然就是有她个人的logo 一个戴个这样的眼镜 一个这样笑脸 一个这样讲话 那有一种树有没有 好像那个叫什么树啊 铁树那样子 它整个头 这个整个这样尖尖的 感觉很好玩 那我想 那是一棵树 如果它在人头上 应该很好玩 不是美女 只好搞怪了 今天有女神卡卡 但早在二十多年前 蔡规早就是百变女王了 除了鼻头上那副 永远推不上去的眼镜 蔡规说 那真的不是故意的 因为我车祸的时候 其实我车祸是 完全失去机遇了 不知道 但是后来 我妈妈有跟我讲 是因为医生说 我就是变成近视眼 我一直头痛 戴在这里一直头痛 然后医生就跟我讲 但是我不记得 跟我讲说 叫我把这个眼镜 戴在鼻头上 因为鼻头上没有神经 那我是好好的 把它唱完吗 还是又要我耍饱了 怎么能让你正经的唱 你看你这变身的 这个特殊记忆 能变几种唱法 就来一趟 我们秀一下 我想要用鹦鹦的声音 然后再用卡通的声音 他们指名要的 奇怪 我的声音很奇怪 就是从小到大 都变不过来 我可以因为 我去学生乐干嘛 可以唱歌很低沉 可以变 但是讲话 我正常的时候 讲话就变成 怎么会这个声音 自己很讨厌 既然改变不了这个声音 那就学着跟他和平相处吧 搞不好会有意外的收获 美国那个 哇的第一名的那个 总经理来台湾 来找 就他们去配音室 找那个 看看有没有人 可以配唐老牙的声音的时候 突然觉得 什么这个声音很奇怪的人 然后就 叫我讲唐老牙 我以前是为了要 配唐老牙的声音 然后我就想说 要怎么样才发出那个声音 有没有 因为 那声音根本就 发不出来 注意好吗 我把它拔掉嘛 对不对 那我就干脆上下通通拔掉 好 就痛嘛 拔掉之后 我才想 那个洞可以发 那声音可以发 那我就想 这么好 干脆两边通通拔掉 这样一拔 就拔掉了八颗牙齿 这八颗牙齿 换一个梦想 这是蔡龟从小的梦想 就是希望能够帮唐老牙配音 她讲话的时候 我在配她的声音的时候 是这样 他们会给我看 然后她讲话 就这样子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等我老了 跟我老公都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去美国 当配音乐 蔡龟和资助人老公 赖勋彪 结婚到现在 十八年了 中间也不断传出 老公包二奶的新闻 所以有真心业者 找上了蔡龟担任代言人 对于自己的老公 蔡龟的态度是 放牛吃草 她说她的爱情 精神和肉体 是可以分离的 老公拥有身体的自主权 她不会干涉 不过她也说 放开手不等于放手 这就是她经营婚姻的哲学 我们继续来看 森记者蔡真如 丁恩豪的报道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反正她就登报 都要结婚 我就 什么登报结婚 那不结不是很没面子吗 今天非常地高兴 能够有这个机会 来担任今天我们 赖勋彪先生 以及蔡龟小姐婚礼的主持人 友台就做了一个节目 跟我要对打 然后他们就用了一个 主持人的婚礼 这样会把这个 那应该两个对打 然后就一边是假的 一边是真的 蔡佳宏 那天来的那个艺人 被笑声说 比金马奖金中奖艺人还多 那三台的总监也都到 一起来欢迎新郎新娘 赖勋彪以及蔡龟小姐进场 菲哥还有所有所有 我的亲戚我的好朋友 非常的谢谢你们 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他结完婚那一个晚上 请客请完 然后就各自回家 然后我也傻傻的 然后最近 好 她说我要去剪带 因为要播出啊 马上就要 剪完婚那天 然后隔天就要播出 我们马上就 大家就要剪接 三十秒钟 好不好 新郎新娘热吻一下 要真的算 准备 来点音乐 知识很重要 要像哪一个欢迎来 还不能用花 蔡龟和赖勋彪 一个是当红的秀场明星 一个是知名的电视节目制作人 当年的婚礼盛况空前 说到两人的相恋 其实是一段美丽的误会 有一个导播很好 张绍智 就常常来餐厅看我作秀 那结果后来我才知道 不是 是他带那个 我老公 他带我 要介绍他给我认识 是导播 那个导播要追他 那就带我去 我就对 就跟送油彩一样 送酒了就油彩追着 欧阳飞飞的向往 是蔡龟的爱情主题曲 如同歌词写的 赖勋彪在的地方 就是他前进的方向 将近二十年的婚姻了 总是能够在蔡龟的脸上 找到小女人羞男的深情 因为我老公说 不准我来上这个节目 他不要你性感是不是 他说你不要露胸给人家 看通通不可以这样子 他其实是非常温柔体贴的 而且其实在标哥面前 他是非常非常小女人 他可以为他做很多 很多很多的细节 到泰国 然后我就说 走走走 我跟你去 你去试泰国语 他说 试泰国语 泰国语是什么 他不知道 然后我就跟他讲 说 你去跳一个经济语泰国语 超重的吗 我还在那边 不好意思 不要 我不要 我死都不愿意进去 他就帮他调一个 就帮他推去 在外面等 然后有一团 那个台湾的观光客 观光客看到他来 跟他聊得很愉快 他在外面开了一个秀场 他在跟他聊得很愉快 然后我在里面就劝那位小姐要好好做人做事 好好念书 我是一个肉体跟精神是可以分开的人 我的思想 我的老公 我认为 如果你真的爱我 你爱我就好 对啊 你要怎么样不关我的事 因为身体是你的 有小三啊 干妹妹啊 住到家里面来 他住到家里面来 也是你太过愿意接受 你也可以不用接受啊 有一阵子好像听说他好像说还赞成他老公 这个去娶他的一个什么干妹妹这样 我觉得一般的人会说 你是不是头上坏了 可是他是觉得说只要他老公开心 他没有意见 艺人蔡龟向来在荧光幕前的形象是可爱又单纯 与制作人老公赖勋彪结婚七年的他 日前却传出干妹妹横刀躲爱的消息 在不为人知的荧光幕底下 蔡龟难道真的是容忍一无二期的早康七吗 不是 他是很开诚布公的 就直接想跟他讲说 我能不能跟他在 就问蔡龟说 我能跟你老婆在一起吗 我能跟他交朋友吗 OK 先经过你的同意 那你都同意好了 那我去 我就想跟他交往 OK啊 可能也不影响你们的生活 他们就是很 他就是很直接很 很坦白的这样讲 起来一早他脱光光就跑出来了 然后还不要看到他 啊 赶快去穿衣服 赶快去穿衣服 没有 我很睁静地告诉她说 这样会感冒 视线有没有离开我自己忘记 放开手 却不是放手 这是蔡规她的爱情哲学 她跟她讲说 妹妹很喜欢你 是要嫁给你的 神经病啊 她就骂我神经病 她跟我的相处模式是 反而我愿在她的面前 就是说什么都没关系 然后她反而什么都不会做 女人永远都讲说嘴巴 嘴巴想不会 没关系 OK啦 忘牛吃草 那个圈鸟 有一天会归少 来镜头 停停就好 我们还是要慈爱一点 不要为了这句话做傻事 冷静在我的眼里是个胆小鬼吧 就是他做事比较保守 对啊 他就是好好先生 蔡规她就是一直一直的付出 甚至她没有要求她回报 可是当你可以做到这样的时候 真正的回报 她自然就会回来了 我觉得她会是先苦后干啦 哎呦哎呦哎呦 就我看你结婚 发过来的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